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蓝轩刚讲的很棒 就是其实很多人都 包括我们在那也是一样 以你为荣嘛 所以我们有没有一点 我们予有荣烟 但是 有没有一点沾光 这点我觉得 我们先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 林书豪事情发出来之后 他的整个的传奇开始了以后 最好笑的就是香港的电视台 访问一个大陆的学者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他的爷爷本身呢 不是台湾人 他的父母也是 可能生在台湾 那么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 但是他的爷爷是 生在浙江 嘉兴市的平湖 平湖我们知道是一个 人才背处 人才会去的地方 大家听到一定觉得很好笑 好远哦 想沾光沾到这种程度 拉清带故到这种程度 离谱 好 那但是老共 如果我们这些大陆的人 没什么资格来拉清带故 请问台湾 有沾光吗 林书豪的品格 肯定是受到 儒家传统文化的演讲 谁啦 伦理的第一章 合各言论制 学生就讲了 厌无华善无私劳 就我有什么功劳 我不会自己那个 然后大叔讲自己都行 你看跟林书豪刚刚讲的 一模一样 这就是儒家精髓啊 对不对 江老师应该很重要 绝对没有大头病 绝对没有大头病 过去NBA都是个人英雄主义 球拿到了都不给你队友 反正这个球就在我手上弄到 弄到能不能进为止 丢出你不管有没有进 就不给队友 你看他这种精神 就是儒家精神 那我们现在讲大陆人这样 韩国人也这样 台湾其实这几年 哪一次不是这样 王健民的洋机队 我们把他当作是 我们的中华队 结果他跑去国民队 国民党就在为他加入了党 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王健民在洋机的时候 没有受到重用 结果我们这边 所有的球迷把洋机的官网 灌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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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看到 林书豪的现象 其实我是有一点 在看这个后面 会有什么样子的演化 我们台湾的台湾人 对林书豪 到时候会是一种 给他的一种压力 还是说我们的投射 是不是太重了一点 我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运动比赛 我们祝福 欣赏 为他高兴 骄傲 我觉得这有一个界限 是大家以后 因为还后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比赛 是大家可以来讨论的 对 我觉得当然啦 我觉得因为林书豪跟王健民不一样 王健民至少从台湾 长大 我们培养 然后去那边 所以到最后 每次我们的政治人物 一到美国去 就一定要去看他打球 以后林书豪也一样 而且我们的政党之间 似乎就会要 也拉王健民 他比较支持谁 为他们可能最主要的一个 可能的一些动机吧 或是他们的一些作为 但我觉得林书豪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说 我觉得完全看看 林书豪对台湾的感情有多深啦 因为他毕竟他不是台湾人嘛 他不是 他每一个暑假都回来 都回来 现在有网友在讲 就已经在讲说 大家那么热干嘛呢 他身上是美国人啊 还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方面林书豪 对台湾的感情有多深 那二方面的话 台湾的政治人物 是不是还要这样子的去 不管说 然后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兄弟林书豪也好 我觉得这可能就有点太过度了 但是我觉得 如果说未来一些 比较重大的比赛 如果说我们邀请林书豪 回来参加中华队 他愿意的话 那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这部分 就是一些连结嘛 我们刚才讲 除了血缘 我也觉得跟基因有关 我觉得其实 其实从王建民 或者到林书豪 不管怎么 你看王建民 可以带动我们的 棒球的这个风潮 大家会开始 又重视棒球 又开始去打棒球 林书豪 带动一下 我们的篮球风潮 这都是一个 很正面的发展 我们都很乐见 没错 那就是 问题就是说 我们 因为 我一直觉得 运动员 他一定都有高潮 有低潮 现在你看到林书豪 传奇 而且一直不断地 在缔造记录 就像王建民的时候 几连胜 十五 十三连胜 对不对 不是连胜 就是 就十三场 累积的 累积的球技 所以让大家都有兴奋 那林书豪 现在也是这样 那么他们会不会有低潮的时候 当低潮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对 就如同理解所说的 他有高潮 有低潮 低潮的时候 难道你要像过去 很多人在求名牌的时候 他开出名牌了 蜂勇而至 他说名牌 很多神像都被剁手剁脚 丢到台北桥下吗 我觉得我们对林书豪 其实就用很欣赏的眼光 看到一个 跟我们在精神上有连结 然后希望对 回到台湾来 他能够带动更多的风潮 我们自己也能够中了 更多林书豪的现象 对 老师讲的真的很好 林书豪 我觉得他过去 其实就有高峰 就有低谷 我觉得如果说 面对他未来 还有一些可能的 不是那么能够表现的时候 我觉得我相信 他会有他的一个 对意志力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是一个母亲 我觉得教育很重要 所以我会特别看到他的父母 我是在想 如果我的小孩 念了哈佛 我会让他去打个篮球吗 我觉得台湾的父母 都可以想想这件事情 对 对不起 我要看 请看这个 因为我今天带来 非用不可 这个东西是 麦迪逊 花园广场的股价 它本来是个 没有人要的 就是说本来很低的 现在到了历史新高 31块多 为什么 尼克吗 就因为尼克 对 就是因为尼克 你知道麦迪逊 花园广场 上一次 我上次怎么听到 就是那 Godzilla电影里面 里面养很多恐龙 坐在这里 我说刚刚各位 特别谈到高潮低潮 我觉得 就我对体育的解读 棒球跟篮球不太一样 棒球的低潮 是会非常低潮的 我举个例子 ERROR 这个ERROR 他你知道有一阵子 他因为跟那个 玛当娜传匪文 所以人家开玩笑说 你是不是晚上太累了 白天都打不出来 所以那时候 他不要说全力打 连安打都很少 对 可是就篮球来说 他本身 因为他的表现 太差个人 他的低潮 不会说我今天得二十几分 明天剩两分 不至于 可是就是怕受伤 我觉得现在就是怕受伤 因为 因为林素 他是个非常活跃 他是全场飞的 Metrick Johnson 就讲他说 他是real 他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带球上来 然后再切入的时候 同时还可以传球 所以大家要看他这种活性 我在想说 大家对于林素豪 我觉得有个正面的概念 就是说 理解 他准备了很久 如果那一天 你一个让他先 不是先 然后补上场 他还是表现一团糟 再见了 再见了 所以机会一定要 你要培养能力才有机会 我觉得王健民 在看到林素豪的表现之后 给了林素豪几句话 我觉得王健民这几句话 也可以同时给我们台湾的球迷们 大家一起来参考 王健民说 能在纽约打这么好的成绩 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在纽约 打得好的时候 大家把你捧在手心上 一旦表现不佳 就像从天堂掉到地狱一样 在纽约打球 心脏要比较大科 要承受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王健民的亲身感受 他送给林素豪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一起来思考这件事 林素豪的现象 其实有蛮多的层面 我们可以慢慢的观察 另外一个 这个礼拜 大家最疯狂的一个偶像 一个典范 凤飞飞 在他身上其实一样的具备 有这样子 我们讲到凤飞飞 都会讲到他的单纯 他的努力 他的认真 他的低调 好 这个也会觉得 那是他一个 代表一个很美好 很单纯 大家携手 一起打拼的那种年代 可是今天 有另外一个声音出来 凤飞飞 是在野的英雄 因为他 对抗国民党 我们待会回来看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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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